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今天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对这个联想的套装充电器进行一个拆解 别看这个充电器它有三个充电口 但是它的兼容性确实是很一般啊 说白了这个充电器它的目标用户人群应该不是手机用户 详细的测试视频大家可以去我的主页看一下 我把这个数据全部都测试出来了 喜欢咱们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我们话不多说拆解这一个联想105瓦的三口氮化夹套装充电器 首先就是这一根100瓦的CC线 我们还是老规矩做一个拉力测试 这一根线材它的线径的话比较细一点 我估计它的抗拉力的能力不怎么行 咱们来做第一次拉力测试 这一次仅仅是把歪皮拉破了 我们再绑紧一点 又是把歪皮拉破了 内部的线芯还没有断 这一次拉断了 刚刚断的那一次我看了一下慢放最大的公斤速是 承受了55公斤就断跌了 这一根线材的拉力测试55公斤 大家觉得这个线材抗拉力怎么样 我们现在把这个线把它拆解开 看一下内部线芯的情况 直接从这里把它剪开 我们用刀片把外皮给它划了 白色的TPE材质的外皮 这是线材内部的屏蔽铜丝 有点稀疏啊 内部的铝箔屏蔽成 内部的线芯一共是6根 黑色负极线 红色正极线 然后这4根是信号线 两根抗拉纤维做成的笋子 这个线材的拉力的话 全靠这个玩意儿了 这根线材内部的线芯 都是采用的杜锡线的铜丝 每根线芯内部都包含有抗拉纤维 我们现在把这个Type-C头子全部剪开 看看内部的eMarker芯片 两个保护钢套 充电头内部的芯片 被这个胶水全部包裹 充电线的这一头 是没有任何芯片的 透明的胶水 我们可以看到内部有多余的焊点 这个PCB是双正极双负极设计 按道理来说 这个设计可以做到内组更低 但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吧 只用了两根线 Type-C口内部的触点 它是采用了满触点的设计 这根数据线内部的eMarker芯片 4印332 深圳的辉轮泰半导体出品 2015年成立 主营业务 数模混合芯片 这个芯片支持USB-C1.3规范 PD3.0规范 通过Vcom信号线缆供电 芯片工作在SOP模式 内部自带MTP 多次烧写存储单元 这一根联想的100瓦CC线 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吧 各位老铁们 你们怎么看 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一个充电器本体 进行一个拆解 根据前面测试视频 底下的评论 粉丝们都说 这个充电器的壳体它是脆的 我们用这个小锤子来敲试一下 看能不能把它敲破 如果是敲破的话 这个材质的用料还是不行 我们就敲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里 我敲几下这个地方已经裂开了 确实这个壳体是脆的 这就是敲过的地方 一敲就破了 我第一次拆一个正规的产品 既然可以不用切割机 就可以把它盖子直接拿出来 我们用钳子把内部的模块给它拉出来 内部的充电模块 这是黄铜的散热片 这个黄铜的导热性 焊下来我就可以直接摸这个地方 如果是铝合金的话 烙铁在这里 瞬间这个地方会变得非常烫 黄铜的散热性是不行的 这就是黄铜的散热片 焊下来 手都可以直接摸这个地方 然后这上面是导热硅枝贴 这一面也有导热硅枝贴 主板内部还灌有白色的散热硅胶 这里有一片白色的塑料 作为初级次级的一个隔离 电源拆解 有触电的风险 还是要提醒大家 请不要模仿我们这些做拆解的博主 咱们还是要不厌其烦的 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一个充电器 内部灌的白胶太硬了 我亲了半天都亲不动 第一次遇到这么硬的白胶 后面展示这个主板的视频的话 就是我拆解了过后 把视频全部拍完了 又装起来 才给大家做的一个展示 这个年翔105瓦淡化价充电器 三口输出 淡化价加持 所有的电路元器件全摆在面前 充电器一共由4块PCB组成 电路架构的话 采用的是EMI加QR加SR加MCU控制 三路降压输出的模式 咱们这个视频重点的是 讲了一个神秘的A41A主控芯片 咱们得推测一下 它的开关电源的架构 究竟是不是QR反击电源 为什么它的功率因素那么高 先开EMI电路 负责把输入端的电池杂波滤除 保护后面的电路 保险丝是东莞贝特电子936系列 3.15A 250V 电流超过3.15A就会熔断 保住整机 东莞贝特电子2006年成立 主因保险丝和温控器 专注电源保护领域 这颗慢容型抗浪有能力强 105W功率刚好合适 共模电感两极 第一极普通 第二极扁平同态 绿调共模噪声 第一极粗塞 第二极金绿高频干扰 扁平同态设计高频性能优 效率顶 X2安硅电容 0.33微法 310V 来自东莞威迪电子 干掉插膜干扰 EMC测试必备 威迪2005年成立 主营安硅电容和薄膜电容 NTC热敏电阻 是台湾91电子的 限制上电浪涌电流 保护整流桥不被冲垮 1970年成立50多年的老厂 主营热明电阻和传感器 高端电源常见 贴片式整流桥两颗 美国美威科MCC半导体 出品3安1000V 把交流整成直流 美威科1991年成立 主营二极管 整流桥和MOSFIT 电源圈的老将 赖压高 高压电容两颗 4.7微法 赖压400V 湖南爱华电子的 HS系列高纹波电流 电源专用电容器 整流后滤波 平滑电压波动 1985年成立 中国电解电容龙头 年产值几十亿 低容量高赖压 反击拓扑的标配 扰线式滤波电感一颗 进一步滤调 高频照声 薄膜电容两颗 规格一微法 450V 东莞科尼森电子 MPB系列 辅助滤波 抑制高频干扰 2003年成立 主营薄膜电容 专注电源和照明 高耐压 低损耗 再看主电路 充电器的大脑 加心脏 把高压直流 转成低压输出 效率和稳定 全靠它 重点就是这一颗 A41A的芯片 咱们来看看 小电容两颗 10微法 100V 和47微法 35V 也是湖南爱华电子的 NB系列 和RS系列 用来辅助滤波 应该是分别给 主控和氮化加芯片 供电 主控芯片 四印A41A 厂家未知 SOT23-6封装 控制功率开关 调节输出 品牌没有查到 可能是定制货 推测支持高频PWM和保护功能 结合NV6138A 主变压器 105W和淡化架的特性 这很可能是单级QR反击拖部架构 而且还带主动PFC功能 主变压器的设计 符合反击的特征 淡化架NV6138A 高频开关 几十千赫兹以上 适合反击高效率 这两颗高压电容 4.7微法 容量小 没有传统的PFC大储人的需求 PFC靠A41A的CRM或DCM模式实现 105W功率 在反击拓部常见的范围 单机设计 简化电路 成本和体积都合适 淡化架器件 NV6138A 美国纳威半导体出品 主功率开关 把高压直流砍成脉冲 传给变压器 2014年成立 主营淡化架功率器件 全球GAN领域的先锋 耐压最高800V 低开关损耗 高频性能大列 变压器初级四个引脚 次级两个引脚 作用是能量传递和隔离 反击拓部的核心器件 初级多引脚 含辅助绕组 次级简单输出 次级同步整流电路 高效输出的保障 把变压器的能量整流输出 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 四印型号 IBH-JP 实际型号MP6908A NPS新原半导体出品 控制NMOS开关 取代传统二级管 提升效率 1997年成立 主营电源管理芯片 美国模拟大厂 支持高频同步整流 低压差 效率可达95以上 NMOS开关管一颗 品牌位置 与MP6908A配合 开关整流输出 赖压估计在35V左右 匹配输出需求 共模电感一颗 滤掉次级高频噪声 输出更干净 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一共用了6颗 有点夸张啊 6颗固态电容 总容量是5680V 赖压都是35V 照气滤宝石 CX系列和BD系列 输出滤波 平滑电压 抗高温波电流 照气滤宝石 20.2点成立 主营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 电源界 熟面孔 低阻抗高温波 高耐受 输出稳如狗 安全反馈 隔离电路 稳定与安全的桥梁 负责输出电压检测和隔离 431纹压芯片一颗 四印GB5 美台半导体出品 基准电压参考 反馈输出误差 1959年成立 主营分立器件和模拟IC 美国老牌 2.5V基准 低功耗 经典的纹压芯片 光电偶合器一颗 四印1008X 台湾光宝集团的 初次级隔离 传递反馈信号 1975年成立 主营光电和电源器件 全球知名 高隔离电压 响应快 外电容两颗 100PV400V 和470PV400V 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 初次级滤波 抑制干扰 安全隔离 2008年成立 主营陶瓷电容 专注电源和工业 小容量 抗照用 现在来看 MSU控制 三路降压电路 这部分是 充电器的智能核心 负责三口输出的 功率分配和协议控制 先说主控MSU 四印型号38F20 来自深圳 新海科技 2003年成立 专注MSU和 信号链芯片 这颗八位芯片 功耗低 运算快 精准协调 三路输出功率 接下来看 C1口降压电路 用的是 珠海智容科技的 SW3536 搭配深圳微造半导体的 VS070N04M 组成降压和快充协议模块 采用半桥拓部设计 智容科技 2014年成立 主攻快充芯片领域 SW3536 支持PDQC等多种协议 响应速度快 集成度高 效率表现优秀 微造半导体 2005年起步 专注MOSFET生产 VS07N04M 赖压40V 内阻3.2毫欧 最大电流 75A 开关损耗低 散热性能 应该是很不错的 降压电路的输入端 输出端 都是采用了 MLCC电容滤波 这种陶瓷电容 体积小 容量稳定 滤出高频噪声 绕线电感一颗 负责稳定降压后的 电压输出 减少波动 输出滤波 也是选择了 照性滤宝石BC系列 220V法 25V固态电容 低阻缓 高纹波耐受 确保输出平滑无噪声 VBUS开关管 则是 江苏长津科技出品的 55N03S 2006年成立 主营MOSFIT功率器件 耐压三次伏 内组3.8毫欧 电流55A 控制输出开关 电流采样电阻R005 用于适时检测输出电流 反馈给协议控制芯片 C2口降压 用的是SW3537 还是智容的 内置NMOS设计 省区外部开关管 输入和输出 也是搭配MLCC电容滤波 绕线电感稳定电压电流输出 绿宝石 220微法 25V固态电容压阵 还是长津科技的 55N03S 作为VBUS开关管 采样电阻也是R005 USB ECHO 降压用 SW3526 也是智容出品 同样类似NMOS 支持多种鞋液 输入和输出 也是用的MLCC电容滤波 再加绕线电感 稳压 绿宝石 220微法 25V固态电容 输出滤波 长津科技55N03S 作为VBUS开关管 电流采样电阻R010 充电器的三个充电口 内部的做工和细节 都是很不错的 毕竟是大厂出品的吧 USB ECHO 外壳不吸池 同质材料 Type-C口 外壳也不吸池 应该是不锈钢的材料 初次级隔离 用的这一个白色的塑料片 这个麦拉片 为这个刺激小板 作为绝缘片使用 折叠插角 用这个白色的塑料片 加两个螺丝进行固定 插角内部的黄片 为吸池的铁字材料 插头部分 同质材料不吸池 这个盖板上面 有PC主人材料的标识 充电器壳体内部 一样的有PC主人材料的标识 这款充电器拆解后 主控芯片A41A 搭配Lawai的6138A 推测式单极反击 带主动PFC架构 效率高体积小 三口输出 靠星海38F20智能分配 这个设计也很不错 只是这个壳体的做工 不敢恭维 还有这个黄铜散热片 和这么硬的散热胶 我也是罪了 这些散热措施 还需改善 这根CC线 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 没有用上更好的料 测试数据来看 兼容性不算顶尖 没支持UFCS融合快充 PPS优化也算一般 文波输出合格 控制在100毫夫以内 烤机100瓦 持续也稳定 整体来看 这款充电器适合追求 PD100瓦快充稳定性的用户 尤其是联想和篮场设备的粉丝吧 性价比还可以 但想全品牌通吃的兄弟 这个估计不适合你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点 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 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